这是魔鬼级的一个测试 我们要模拟最真实最极端的碰撞事物 速度越来越快了 沙手 你说咱俩做了这么多年媒体人了 我发现一细节 好多的车碰撞测试成绩真是不错 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这结果截然不同 我跟你说 现在互联网 大家都爱看这个 但我老学子就是怎么评价的 就是你实验的时候没输 实际情况你又没赢 而且我认为这发生事故的时候 你第一下比如说没事 但往往你第二次 你后面车没啥主 又给你顶一下 这就是所谓叫二次碰撞事故 所以我特别期待 有没有一款真正安全的车 能够抵御住所谓叫做魔鬼级的 这种二次碰撞事故 我跟你说我还挺期待 要不然咱们做一期 哎呦 车来了 其实很多的车企都会对车辆进行一些安全的碰撞测试 他们做的这些测试都是单次的追尾或者碰撞的测试 所以这次我们选择的是超纲的重卡 以及后面还会有一辆SUV两次追尾把你夹一在中间 而且我们这次选择的车辆也是领克091MP 来看一下它今天在这样的魔鬼级的测试当中表现如何 我们的碰撞是两次完成的 也就是说大家有可能面对的二次追尾这种严重的伤害 具体怎么样 我们一刷来看一下结果 时尚魔鬼级钻卡挑战即将开始 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 三 二 一 起动 你们的车辆来越快了 你好 两个汽车人参举专专业 请问什么可以把你 下雪 渡物车渡物车渡车渡车们你好 车头的部分可以看到整个损毁非常严重 但是从外观上来看 首先在发生碰撞之后 这台领克09的 我要把这个掰回来 它的紧急双闪系统是正常工作的 第一时间打开了紧急的双闪系统 第二在碰撞的瞬间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隐藏式门把手是第一时间自动打开了的 我们看车辆的左侧和右侧就是与大货车的尾箱底部产生巨大撞击的位置 可以说只是一点点的皮外伤 它的外表只是一层的萌皮 它真正的热成型 刚才的结构降是在萌皮之下的 这一次的碰撞的过程当中 这台领克09的前防撞梁 是与大货车的尾部的防撞梁产生了撞击 使它的纵梁有一个很非常明显的能量的吸收 车门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而且所长没有用很大的力量就把车门打开了 在发生碰撞的一刹那气氧点开之后 那么领克的call center也就是紧急呼叫中心 就会第一时间的向这台车拨打电话 来询问车内人员的情况 同时呢询问是否需要紧急的医疗 以及交警部门的救助 所长最想说的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右侧副驾驶席的这只安全气囊 这只安全气囊可以说是同行业当中 唯一独有的安全气囊 这就是虎手型的安全气囊 它与驾驶员包括前排秤员 整个头部的一个接触面积 它的接触的形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这儿所长又要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点 就是领克09它拥有同级别车型当中 最长的一个L113的长度 达到了多少了 620号米 保证了领克09在发生极端的事故的时候 它能够有足够的安全的纵身 来保证前排秤员的安全 那所长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对这台领克09进行第二次的讨论 大货车这保证帐已经撞弯了 我们现在把车辆脱离 看一看发生碰撞的一刹那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从现在这台车型的头部来看 它的吸能已经超过了头部的一半 这一条呢 是领克09的前部防撞梁 这条防撞梁覆盖了领克09车头 超过76%的一个面积 我们就着这样的一个碰撞啊 所长特别想提的一点 因为我们撞的大货车的尾部比较高 那么如果一般的车型 它的主的吸能区是在保险杠的位置的话 那类似这样的一个追撞 它的保险杠是很难参与吸能的 为什么说这台领克09的安全设计 是更加的极致 更加的保护大家的安全的呢 就是它从上面到中间到下面 可以看到三层的吸能的结构 我们来看这块有两条像手臂一样的结构 在专业术语当中叫做short gun 也就是短枪啊 就像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在这样一个追撞大货车的过程当中 参与了最主要最重要的吸能 最上面一层short gun 中间这一层由热成型缸 以及1457毫米的前防撞梁 所组成的一个吸能结构 当然了后面还有一个非常长的吸能盒的结构 那么最下一层呢 最下一层在副车架的前面 还设置了一段吸能盒 以及下层的一个横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领克09在车头部分的保护 它的所有的吸能的设计的保护 真的是非常的充分的 尾门呢也是可以正常的打开的 我们把这个尾门顺利打开之后 发现这台领克09的虚电池 就是在它的左后方 那同时它虚电池的位置呢 也是没有任何的受损的 那与车头部分一样 领克09的前纵梁和后纵梁都使用到了热成性钢 所以在抵御后部撞击的时候 整体的强度是非常高的 在如此强度的一个测试之下呢 这台领克09仍然可以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 完成对车辆门锁的自动的解锁 这一点也是充分的印象了 这台车无论是从前部还是尾部 都是充分的安全的 江老师这专业解读解读完了 看这车啊 所有车门全打开了 这展呢 这是一安全秀是吗 这叫大鹏展翅安全秀 我们看这台领克09 面对了一个难度升级的钻卡测试 这次的碰上测试啊 可以让所有人都能看得到 这台领克09的安全是骨子里的安全 没错 这次大家就是看得透也看得懂了 可以说这台领克09 就是在斯巴原生架构之下 具备整体安全观的一个系统安全工程的一个体像 这次的碰上测试